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被誉为中华儿女的摇篮 在成河的历史过程中运动不息 与时俱进 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时机 黄河如今已形成海洋水系 不过也有过无数次泛滥 据历史文献记载 黄河曾有过1500次泛滥 导致老百姓流离失所 粮食颗粒无收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也为了让黄河水充分利用 我国便开工了史上最宏大的水利工程 窗簧工程 窗簧工程其任务是将中线吊水 从黄河南岸运送到北岸 然后将北岸的水输送到黄河以北地区 是南水北吊中线的标志性和控制性工程 窗簧工程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上游 约30公里处 线路总长19.3公里 其中的两条4250米双向隧道 要贯穿黄河底部 要想不阻断黄河水流 又要保证该隧道滴水不漏 可不是件意识 于是工程师要尽量把隧道往底下延伸 在黄河底部40米深处开掘 由于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在隧道设计中要考虑到水压和土层压力 建成后还要考虑到流水压力 在挖掘中经常会碰到全沙层 粘土层和鹅乱石层 稍不注意就会再次坍塌 于是我国采用了世界上先进的 冻钩技术进行挖掘施工 冻钩机直径达9米 相当于三层楼高 由于在水下作业 整个机器都是全封闭式 并配套了生活设施 有卫生间 休息室和咖啡厅等等 由于黄河河床上堆积有大量的 巨型石料和古墓 还专门安装了特别的破碎设备 保证盾勾机正常运转 尽管如此 窗簧工程自07年6月开工以来 发生过8次严重塌方 和3次知乎变形 最后都被工程人员一一解决 经过76个月的艰苦奋斗 窗簧工程隧道段终于顺利完工 如今窗簧一期工程的每秒流量 可达265立方米 加大流量320立方米 以累计吊水79.3立方米 河南11个地区37个县都用上了 黄河南岸的水 共有2000万人受益 这座史上最宏大的工程 共使用了33项新材料与新工艺 创造110项国内专利 在挖掘工程中 工程师们不断创新施工方法和工艺 虽然中国已经建设了无数逆天工程 但还是第一次在黄河底下挖隧道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 创造了一项像工程奇迹 比起窗簧工程 工程人员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此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并转发 我们将持续为您呈现 了不起的中国成就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